好今天带给大家的是荔枝 但是我的荔枝自带滤镜 大家可以看一下 比较好玩 首先先把背景去用黄色和红色去混色一下 混色之后再用卫生纸叠尖一点 把荔枝的地方的颜色给它擦掉 再用祖传的一个吹风机去吹干 一定要把它吹得干透 接下来把荔枝上面的左侧的地方去涂上深色 大家可以看到我这个涂过之后还有一些点染 把这个颜色给它去保证在左边稍微重一点 然后叶子的话是直接平涂 也是蓝色 我整个的这个颜色全部都是蓝色的 你将会看到一个蓝色的荔枝 接下来是用稍微深一点蓝色 在这个荔枝的左边去稍微点一些这个点 去把它强调一下 这样的话它的一个体积感就会比较强一点 如果说觉得比较深的话 可以用清水笔在这个旁边稍微的去给它去擦一下 把它的梗加重 左边的梗跟它去加重 对 第二个荔枝用同样的方法 咱们把它去处理一下了 大家可以清楚的看出我是怎么去点上面的东西 然后用清水笔怎么去擦的 如果说觉得不够重的话呢 可以再继续进行这个点染 最后的话呢 是把叶子上面呢 进行一些这个叠色 让叶子有些变化 一定要注意哈 把笔拿稳了 为了让它的这个效果更好一点的话呢 就是我选择的这个高光笔 在上面去点一些这个高光 这个由于第一次使用这个高光笔哈 这个第一次这个荔枝被我点的太多了 后来我就用这个蓝色呢 再去盖住这个高光笔的颜色 让它去稍微变少一点 不要太多 太多的话呢 就是有点碎了